頭髮梗子然之 慧英頭錘 這個梗子處置於官方書籍《求文史記》 裡頭介紹到人類春孤兒老師 上白哲 慧英時 其道如果忘記寫作業的話 會被慧英很嚴厲的處罰 而《求文史記》的作者 阿求哲在旁邊備注 處罰是給你一記頭錘喔 而慧英是半人半獸 所以在滿月的時候會變成白哲的模樣 頭上會長出一對長腳 在這副模樣的下方 阿求哲寫了一個備注 長腳後頭錘會更痛喔 讓人不免好奇 阿求是不是受過什麼嚴重的創傷 因此頭錘變成為了慧英最知名的梗 甚至在大部分人的多方同的遊戲裡 都會將這個招式當作是慧英的必殺技